大家好,我是Andy,今天是2022年9月2日,星期五今天在拍片和大家跟進幾個市場的技術走勢和波浪分析 首先看看恒指今天的走勢,看到恒指今天就低開了,然後彈了一點點,然後就繼續跌下去最低是19393 看看小時圖,小時圖,假設這個位置是1浪 現在2浪是C的位置,看到這裡反彈也比較高,反彈也貼近1浪頂,所以比較像B浪反彈的位置 這個位置是1浪,這個位置是2浪,但是看到也很貼近前面的頂,所以比較像一個調整浪 這個位置是1浪比較多,A,B,C,之前這裡是STC的金叉 但是這個金叉就稍微沒那麼大信心,因為它不是在超賣區,不是在超賣區 不是在30以下做的,不是在30以下做的,所以這個金叉 有時候都是一個B浪,就是A,B,C,現在看到也差不多金叉 因為它是在30以下做的,就是在超賣區做的,這個金叉就比較可靠一點 再配合它,只要騎穩到5Mb,即是這兩個信號配合到,STC在30以下的金叉 再配合它騎穩5Mb,應該確認到這裡可以轉上去 但是看到也還未,看看下午會不會,看到小時圖,小時圖 都還未站穩5Mb,如果下午,譬如收市前站得到,那也是 下個禮拜也是轉回看號,應該上得到的,所以也要留意 會不會收到是5Mb以上,收市 看一看,先看看期貨,期貨圖看見到5小時圖,看見到是,那 昨天它是收了在這個位置,8月31號,它收了在這個,Retracement的0.618下面 收了在這個0.618下面,都比較大機會是去到0.786 就是下面這個比例,那它現在還收在這個比例以下,那是否 就代表收在這個比例以下呢,就代表它一定會跌穿這個底,那也未必 但是它需要向上突破,譬如這裡又看到,底,頂,底 那它要繫穿這個,陰竹的頂,就是說,19545,19545,那 這樣才可以是,確認到它轉回上,那 那這裡,暫時看下去的形態上,有點像是A,B,那 然後就是C1,C2,C3,C4,C5,那 在期貨圖就比較像是這樣走,那 就是,只要是升穿C4這個位,那應該都確認到它轉回,A,B,C都 完了,確認它轉回上,如果不升穿這個位,那 都不排除它是可以,又跌穿這個底,那 那數浪又不同了,那 那看看Patreon分享的圖,那今早 那今早比較有信心的就是,反而是這個二浪這一層 因為它這裡下去呢,然後譬如30分鐘圖,30分鐘圖如果它沒有收到 那個楊竹呢,譬如30分鐘圖是A,B,C,那 那C一直都收不到楊竹,那C也是繼續,那 到最後呢,可能會跌穿這個底,那所以呢,因為它那個 MACD都高了,看到,這個15分鐘圖,那 那看到它的MACD都高了,還有4差了,那 再加上它這裡,這個部分的形態呢,都不像說 會在這些位置轉得回到上去,因為它都沒有擴張的, 看到它的Histogram都沒有向下擴張,那 所以這裡就比較大的信心,這裡是會回到水線先的,那 那就是這個是,那 當時你覺得呢,這個二浪的信心比較大,應該可以回到這兩個位置 那回到這兩個位置,的時候呢,都要觀察著它究竟是,有 有沒有一些轉回上的信號,那 那看過即時圖,即時圖15分鐘圖,那 那這裡上去,就是假設它是一浪,那 那它會回0.5,或者0.618這些位置,就是這裡這些位置 那如果它走到ABC,它去到這些位置應該要收回羊竹的,那 但是看到它去到0.5,0.618,它都沒有收到羊竹的, 因為它走到一個ABC,陰羊竹的形態,它那個C完了之後它會有羊竹出,那 那才會轉回上,那大家看到它去到50%,0.618%,0.618,那 這樣都是沒有羊竹出的,那沒有羊竹出就沒有,即是說 不能看好處,即是說這個浪呢,就繼續跌下去,直到它有羊竹出 才會有機會好轉,那但是它出羊竹的時候就已經跌穿了 跌穿了前面的大壓,那所以就是說這裡就不會是 就是已經不是1,2浪這樣數了,那就是說剛剛比較像剛剛期貨圖那個 那就是說就是期貨圖這個位置這個,3,4,5,那就是這個位置來的 那看到來,那就是這個位置 那所以如果長短圖讓我看,那看到剛剛5了,所以它還是 скор correlation 又會不會有肉圍的應該是1,2,2,3,4,5,然後,那這是第一個 就是說這個將 бал contribute several of the skies 如果看看日线图的周期,今天跌了第六天,第六天破第五天的底,第六天通常都会趋向收羊竹 所以今天这一支竹好像收到羊竹,要留意这个是场外指数的图,看看上战指数 看看上战指数,看到五小时图,之前说到这个位置会走一个ABC,这个ABC可能是Y,前面下来这个是WS WSY,看到Y里面的A和C,暂时都未去到1比1,看到依然都去不到1比1 可以留意着这条趋势线,如果收到在这条趋势线以上,Y就应该结束 如果一直都收不到在这条趋势线以上,Y也有机会去到刚刚所说的1比1的位置 这条趋势线上战指数,这条趋势线不像会跌穿前面的底 不像会跌穿8月2日,即8月4日,这个底就不像跌穿 暂时都是这样的看法,最好是站穿5Mbps,会好一点 看见连续的1都没有站稳的5Mbps,站稳才是比较像是调整员 看一看道指的走势,看一看道指的线图 暂时是今天那只竹竹在做羊竹的波幅上都似是差不多 今天那只竹的波幅就似是差不多,差点看他收不收到羊竹 看见到这个位置跌下去,昨天就是第13天 看见到第13天就是暂时做了最低位 只要他收到羊竹,第14天收到羊竹,也似是有机会转上 你看到4小时图,他也似是有机会出一二浪 看见到2浪有机会完结了,结果那一二浪 雖然是回得少 看到1,2,3,4,5 出了一個推進浪的結構 這裡就像是回了一個 像是回軟的 看到30分鐘圖 回了陰陽陰 一個ABC 結束了 超過20% 所以有權 回得比較少 有權這樣結束 也可以 可以 回得少 可能是因為4小次圖比較低 看到它在紅區 在紅區很低的地方 那可能就沒有太多 那個孤雅就沒有太多 可能在衝上去 所以 如果它 沒有先穿這個頂 如果先穿這個頂 就應該確認到3 如果沒有先穿 它還有可能在這裏 ABC S ABC 再上 那都可以的 但是要留意 一先穿這個位置 就應該是 那個3 還有 看到它都收了在這條 89ma以上 看到這條慢線 那這條快線 那這條快線 55ma 那它站在89ma上面 就是在這條慢線上面 都像是 想把快線拉穿 那個慢線 那就是做金叉 這兩條ma 那這條走勢呢 都是比較利好的 那就看看 那日線圖 如果它這個是一個2浪 那3浪 當然就是 可以先穿1浪 那如果保守看的 它都 應該會回套這個浪 的 一半 那就是 如果 依然都可以看 美顧 那它都有機會彈了上去 再下 那就是暫時覺得 就是50%的位 都比較大機會可以去到 32,700 這些位 那看一看 納子周勢 那看到納子 日線圖 那它就回了 0.618 回了這個前面的 先浪的 0.618 所以這些位 就有 很大機會有支持 如果今天 收到楊竹 那都像是 在這些位 有機會轉回上 加上它的指標 都是低 也有少少空規 出了 那個 MACD HISTORM 也有空規 出了 那這些位 都比較看好的 可以拿回浪與浪之間的 比例量度 看看它是 量度一下它的阻力位 是 看見到它是 站穩了1比1 看到它站穩了1比1 通常都 這一點已經是比較利好的 即是說就算它真的是一個反彈 它也可以彈到12437這個位 就是它反彈是未完的 如果是反彈的話 那當然如果它去到這個位置 站得穩呢 那就沒有那麼像反彈 那就再向上面那個比例看 其實都比較像是 會走回推進浪 看看黃金的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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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 在這裏開始 比較有少像是走走一個 五浪的結構 即是這裏前面 前面一隻跌下來的 那個 那個五個浪呢 就有機會是個A 1 2 3 4 5 那這裏加上是個A 那反彈了去 大約去1800的位置就是B 那它C是要分 五浪結構的 那看看它的C浪 大概5個浪 大概5個浪結構是怎樣 暫時見到是 這個位置有機會是1 2 3 4 那5就分成1 2 3 4 5 那就是現在去到那個C浪 那就是現在去到那個C浪 那裏 那是C浪 那是C浪 那C又向下的 那就是它現在可能彈著這個C3 C4 C4 即是C4 正在做C3的 Retracement 那看看 那看看 4浪 4浪 3浪 0.302 即1710 那些位置 有機會現在去到1710 再破底 那也都 可以看看它和那個 2浪的比例 有時候2浪和4浪都是1比1的關係 那這個就比較高的 沒那麼像 1714 那去到1714 再下 那這樣 那但是要留意就是1714如果站得穩 那就是它這裏的 反彈比例 內浪之間的比例 1比1 如果站得穩 那就未必是 反彈浪 那 甚至乎 它如果先穿這個位 那應該就會有機會跌完 那就是1720那些位如果先穿 那這裏 如果又沒有破前面的底 那這個可能是大的B浪 因為它現在都還未破前面的底 所以如果先穿1720那些位 那這裏 那這裏 都有機會是這樣數的 那所以就要留意剛剛所說的那幾個位 那就看看 原油的走成 那看看原油 看到原油這個星期 跌到接近這把尺 周線圖的那把尺 就是85.66那些位 那上個星期 也都是 最低位是去到那些位 差不多的 然後上去 所以就其實 因為它要收 如果收在這個比例以下 才是差的 如果收在這個1比1比例以下 那就會看得比較淡 那可能要看82元那些位 但是它 它一天沒有收在這個比例下面 那可能 靠近這個比例 貼著它 都可以是看好的 那就是 類似是上個星期的走勢 它最低都是沒有跌穿 但是它是上去的 那現在看到今個星期跌到下來 跌穿了上個星期的底 但是又沒有碰到這條 去線 就是沒有碰到那個比例 那又可以在那些位 就 因為那個 止蝕應該都不會多 譬如拿回下面這些位置 止蝕 都不會太多 那 總之沒有收穿 在這個比例以下 那也是有機會看 又再上回這個比例 就是94.11那些位 那些位 就是比較直撥 貼著這些比例位 那大家看看它的日線圖 那看到它 如果這個位不跌穿 那就是 因為它上 這個是 8月17號 那這個底 都沒有跌穿的 那所以這些位其實是可以走一個 A B C 所以就拿回 這個底和這個底之間 就是拿回這個底 去做止蝕 那 用這裏 那麽少的波幅 薄上面的C狼 這樣都比較直撥 那 看看 因為那個 美元指數都高了 那 有機會就回落 所以 對原油 也有些利好 黃金的原油 也有些利好 那這裏 見到它是 有個頂背池 頂背池過後就下水線 那也有空隙出了 那 MACD快慢線 都是 跌出了 Histogram 那這些 這些位置 轉向機會都大 再加上 奇穩了5MA 所以 都這個位 都是有效的 支持位 這個位置 是做了一個有效的支持位 所以 都 沒有那麼容易跌穿 應該是 如果這一組的浪 完了 通常都會彈回一半 所以 現在有機會 去91.5 那些位置 50% 91.5 那 原油就是這樣 看看 看一看 看一看 美元指數的走勢 看一看 美元指數 日線圖 那它就升穿 那個 前面的頂 那 昨天都說到這裏 因為它 這個回吐 去到一半的位 它站得穩 如果它弱 走弱 它應該站不穩一半的位 就是這個升幅的一半 這個升浪的一半 那它站得穩 所以 都有機會 這裏 還有個 5浪 在後面 5浪 它就會分了 做 做 5個浪 的結構 那 去回4小時圖 看到4小時圖 這個位置就是3 那 那 這裏是一個 順勢平台浪4 那 有機會是這樣 那 都比較難說4是在這個位 還是這個位 但就比較像是這個位 那這裏是1 2浪 那這裏是3 那 做了4 那 就是 比5 它就完 了 那 要留意那個 啊 就是這裏前面的頂 會不會跌穿 一跌穿的話 如果它又不是一個的 不是一個的修煉 的狀態 那應該會是 升圓的了 那 看到如果現在這樣看下去 它一跌穿 其實已經不是平衡 就是出了一個平衡通道了 那 所以如果它現在跌穿 這支 這支 楊竹的頂 那 就是大概是108.9 那些位 就是這支 楊竹的頂 就是這支 那 一跌穿就應該是 升圓了了 那 所以就要留意這一點 那 看看日線圖 拿回它的 MACD浪 浪與浪之間的比例 即是說這裏 看到這裏 金叉上去 這一浪 還有這裏 這一浪 那是拿這兩個MACD浪 做比較的 那 就會見到 它的 1比1的位 就是110元 110 1比13 那些位 那都差一點點 所以都 上面的空間應該不是太多了 那 有機會去到這個位 那 那 就會是 升圓 因為它這個是最後一個浪 是一個 5浪 那 所以走完5浪就會 就會 轉跌了 那 看看5浪會不會去到這個位 就是 到呢 就應該會轉回跌的 如果是不到的話呢 如果不到的話呢 就是跌穿這裏這支羊 這支羊竹的頂 跌穿呢 那都是看它轉回跌的 那今天一條片就拍到這裏了 喜歡可以給個讚 還訂閱YouTube 可以訂閱 歡迎收看給朋友看 也可以考慮將YouTube的會員 或者Patreon的會員 那我們 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